最近几年我们国人买车越来越看设计 不难发现如今我们的国产品牌是越做越好看 市内有些车型的设计已经超过了合资品牌 而作为国产品牌的长青处吉利 早在2016年就用了一句你好博越 开创了智能SUV互联的蓝海 而今天吉利又带来了她的全新作品 博越X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在国产品牌在外观设计上越来越激进 越来越大胆 越来越敢于表现 而博越X正式印证了这么一个规律 全新的博越X作为能量公报设计的首款SUV 最大的改变就是在前脸采用了一个大尺寸熏黑的 多边形的这么一个进气格山 X型粗壮度格式条 将大灯和下方的进气装饰件有集结合 灵异的线条搭配橙色和亮黑色的装饰件 以及三段式的进气布局 在前脸还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给消费者带来强有力的机械感 来到车身侧面 其实车身侧面变化并不大 与现在市售的博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车顶则是采用了现在较为流行的 悬浮式车顶的这么一个设计 而在后排方面则是增添了隐私玻璃 增添了那么一丝神秘感 更高挑的车身腰线 更是增加了俯冲视觉 在车身下方 新车用橙色的视条加以双式 搭配了一个19寸的熏黑轮毂 以及橙色的卡钳 更加符合年轻人运动大胆的这么一个设定 车尾方面 新车采用了一个隐藏式的排序布局 整个车尾的设定更加简约 史距式的扩散器 外加高位刹车灯 以及分体式的尾灯设定 以及它战功流线的车尾设计语言 从颜值上来讲 不得不说 这样吉利博越X 就是为年轻人的喜好而生 最近车内 新车依旧采用了吉利加工传统的内饰设计风格 黑色加红色的内饰配合设计 端庄大气且稳重 与前脸激进的设计风格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重控屏幕则是采用了内嵌式的设计 整个车机系统则是采用了 吉利最新的银河OS系统 联合腾讯华为百度等一线大厂 实现了华为嗨卡和车载微信等诸多功能 座椅方面 大家可以参考现在市售的博越 这辆车整个座椅坐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毛病 舒适度还是包裹性都是非常OK的 并且后排的座椅支持角度可调 整体的舒适度和空间表现 在这个整体的紧凑机SUV里表现还是非常上乘的 动力方面 这台车大载与现在市售的博越相同的动力总成 1.8T的温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184米 最大扭矩300牛米 这套动力总成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并且非常耐用且疲势 所以满足日常家用这套动力系统还是非常没有问题的 其实吉利的成功并不是意外 更亲民的价格为其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初中的配置和性价比 更是奠定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而博越X的出现更是符合了时下年轻消费者的观念 新车的车型定位更加年轻化 其实新车在外观颜色上还增加了一款超番灰的配色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那款超番灰 与这样黑色的车身相比会更加与众不同一些 它的新兴对手包括哈佛H6S 长安UNITY 传奇的GS4 Plus 希望博越X在上市之后有着更好的表现 同时我们也期待试驾 来为大家分享更多的用车经验 好了 我是小陈 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